李浩在朝鲜王国继位登基 因为在此前 李浩的父亲被强迫向满清皇太极下跪 且李浩作为朝鲜的人质 被清兵软禁在奉天一段时间 所以李浩非常敌视大清 韩剧中朝鲜人组被迫向满清皇太极下跪的情景 在李浩的心中 他一直认为大明帝国对朝鲜恩重如山 而所谓的大清不过是一个强盗集团 纠占雀巢而已 有朝一日朝鲜一定要起兵反清复明 帮助汉人恢复大明帝国的江山 看这个朝鲜国王李浩的志气可真不小 朝鲜史料李朝实录记录下了李浩对朝鲜臣子们说的这么一段话 群臣皆欲误制兵 而语顾不听者 天使人士 不知何日是好机会来时 故欲养精兵十万